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观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发现 这里的资料 下面 我的是在下面 你可能是在上面 这边是不是有向上探索 向下探索 两个多向下探索 连续向下探索 有看到这几个按钮吗 好 我先讲这个连续 连续向下探索 它是连在一起的 两个往下的箭头 中间是连在一起的 连续向下探索 这在做什么事情 当我点一下它 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 直条图 条英文就是并 直条图 好 这个一个并就是 2013年第一季 2013年第二季 2013年第三季 依此类推 有看到这件事 刚刚我们是不是 我先回复上一个动作 就是向上探索 你会发现 1234季的利润的情形 不对 2013 2014 2015 2016 获利 它是逐渐上升的 逐渐上升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这个 这个是从季的角度来去看 好 2013年第一季 2013年第二季 有看到上升吗 有看到这样逐步上升吗 好 这是连续性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事情 有没有看到一个循环 什么叫循环 这边逐步一直增加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到了这边 它没有办法增加了 它是直接掉下来 再逐步的增加 有没有看到 掉下来之后 逐步的增加 这就像一个周期 可以了解 什么叫周期 可以哦 所以我们从这个连续性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周期 然后再接下来 再往下 这是看月 看月 你看这个月的获利 为什么那么低 是不是值得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可以吗 好 当然也可以看日 但是看你的分析 要不要分析到这么细了 OK 好 接下来向上 向上 接下来我现在要介绍 两个往下的工具 叫多向下探索 连续向下探索很简单 你还是维持一个连续的关系 可是多向下探索 它没有连续的关系 好 什么叫做 多向下探索 你就点一下 请问一下 这边是不是可以去做 淡季忘记的分析 淡季是什么意思 这边 季度一是不是淡季 季度二三四 是不是忘记 这个意思是2013年季度一加2014年季度一加2015年季度一加2016年季度一 直接你看我点一个按钮就算出来了 我今天出的作业很简单就请你花10分钟自己给自己考好事能不能算出这件事 有听懂吗 或者是我这样考你好了 那个 再点一下 再点一下 但是7月为什么很奇怪 因为它在两个高峰 两个高峰之间 有看到吗 6月是不是很高 8月很高 7月跟超市有什么关系吗 是因为超市在7月时候会闹鬼 影响销售吗 有听懂这个意思吗 请问这个时候你该做什么事 这时候你该做什么事 刚刚才教过的自动分析 这时候你是不是就可以看看 为什么7月比较低 滑鼠右键 分析 说明减少的情形 有看到了吗 重不重要 你觉得老板 你要告诉老板 你就说7月降低了 那你总要告诉他是 什么产品降低 什么客户减少 什么地区发生什么问题 对不对 对吗 这样了解 这个时候自动分析 是不是很棒 你根本就没做什么事 你只按了几个案件 我要告诉各位 这些事情要不要让主管知道 连这个操作的方式都要 因为 因为他到时候就拿平板在那边自己玩 我是说真的 这些东西都即将变成老板在做决策时避讳的基本工具 好 注意哦 你这个多向下探索是不是可以做到1月到12月 然后你还可以去从这件事情知道 你就要继续跟老板分析哦 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我想跟老板报告一下 我们说明减少的一个原因 哇你看 June到June之间利润减少了42% 然后哪些减少最多 这个华北地区获利减少最多 为什么华北地区闹鬼吗 我不知道啊 反正就是这算出来华北地区是最多 你看马上就直接告诉你 这样子的答案 这样子的分析是不是很好 就算我跟你讲 就算你不是学商业 但是只要是你报告这些给那个老板听 他都会觉得你分析做得很好 这就是Power BI9月份 9月份他为什么要推出 然后一定要告诉你们这个很棒的新功能 然后第二件事我才能教什么叫类别比较分析 好这很重要 你们觉得这重不重要 这在大数据分析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件事 通常我们在这边我们会放一个平均值 平均值 然后接下来呢 只要在平均值以下的 我们就会去特别分析一下说 说明减少原因 那当然老板也会很想要知道说 那7月到8月增加什么增加最多 对不对 这都是他好奇的地方 你不满足他好奇心 那你要做什么分析呢 对不对 这都是如果我是老板 我就会直接追问你的事情 好那接下来我先回到一刚开始 回到一刚开始就是向上探索 最多最多就只能到年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这边是年 这边是年 那第二个是什么工具呢 叫做单一向下探索 既然他是一个 他只有一个 那就只能针对某一年来探索 像这四年 你要探索的当时2015年 好所以我就点一下2015年 就是点了他之后 这是单一向下探索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2015年的季度一不太好 而且他成那个阶梯状很明显的阶梯状 然后尤其第四季表现 第二季跟第四季表现都不错 尤其第四季 尤其第四季 那个获利是最高的 可以吗 你要这样来去报告我们的资料 那再接下来 我可不可以来去看一下第四季 当然可以 所以这边是不是只有售出 2015年第四季的 10月 11月 12月 尤其是在12月的时候 利润最高 成长 至少比前面两个月多了三分之一 请问这个椅子要做出来吗 做得出来 你不要以为说椅子要做不出来 只是要花很久的时间 然后你算出来还不晓得对不对 现在只要按一个按钮就做完了 所以这个工具是不是还蛮不错的 所以你要学 你要学大数据分析 要学到技术 就在学这些东西 好 那接下来我就向上探索 向上探索 然后把这个单一向下探索关掉 介绍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些都不是以示要做不到 是很难做 它这边把它变成一个按钮 两个按钮 你就做完了 所以是不是还蛮不错的 好 以上是自动分析 那接下来我要介绍 什么叫大数据分析 好 来接下来麻烦请拉到就是把这张图表拉到一半或三根之二的地方 这边这边这边我们来去做一下那个 指类别 类别 这边有一个叫做类别 公司里面 我觉得这样你们可能比较容易懂 就是我这边有四年的资料 然后我想要去看各类别的产品 各类别 类别知道吗 类别跟指类别不太一样 类别可能有三个类别 然后这三个类别 它的利润的一个变化 好 所以呢 在这个空白地方点一下 空白地方点一下 我们一样也去画这个群组直条图 一样也去画群组直条图 然后我只是现在我想要知道 各类产品 各类别产品的一个利润分析 利润分析知道吗 好 所以各类别产品 所以勾选这个类别 然后再勾利润 这跟刚刚我们做出来的图是不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对不对 可是在什么地方不一样了 这个地方我要请你稍微去调整 我们刚刚的轴式类别 例如说这边有办公用品 我还是一样把这字稍微放大一点 方便我来检视 X轴的字稍微变大 我们这边看到有办公用品 技术家具 然后他们的利润 所以我把利润 利润的资料标签打开 然后拔涉大一点 这字文字大小 可是我要告诉各位 我要告诉各位 我们比较数字没有什么意义 我们通常都在比较类别的比例变化 所以呢 所以请把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 右边这个资料 值 值里面放的是不是利润 我现在要稍微做一下修改 我们要点选这个往下的三角形 将值显示为总计百分比 Grant total 将值显示为总计百分比 有找到吗 我们很少很少去看的是 这一个例如说技术 它的一个就是总值是多少 好 我们通常会把这些资料 变成一个总计百分比 加起来就是100% 然后来去看它的彼此之间的 消涨关系 好 然后接下来 请问这个资料要不要排序一下 至少我就会想说 让方便老板来去看 让他知道说 其实我们所有所有的资料里面 办公用品第一 技术第二 家具第三 所以我就把这个资料来去排序 按照总计百分比排序 所以在这边是不是有点点点 点点点就是更多 所以点一下这个点点点 选择排序依据 内利润的 Grant total 百分比 所以他就从35.38% 然后再排34.92 再排29.7 不过我觉得这个百分比不太重要 因为老板在看的是什么呢 他只是在看说 这里面那个百分比的一个下降的趋势 也就是重要性 这家公司最重要 最重要还是以办公用品的获利为主 至少这张图是在讲这件事 请问我只是调整成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我就要介绍 互动式 报表 报表跟报表的互动式 两张表之间是有关联的 是有关系的 举例来说 举例来说 请点2015年 帅不帅 这张图在告诉你什么事 这张图在告诉我们说 2015年 他的成长过率是不是比较高 可是呢 在总体来去看 弹工用品 他排第一 确然这一年大幅下降 重不重要 这这样子的重要资讯 很重要吧 你觉得 刚刚我们看到那个瀑布图 他有没有办法去做这种AB test 然后告诉你这个资讯 没办法 这必须要你手动来去做分析 呈现出来 而且当你点一下 例如说 当你点一下 第一届总统大选 第二届总统大选 第三届总统大选 国民党 民进党 什么其他党 然后 这边跳来跳去 你们就很有感觉了 我是没有什么感觉 可是 可是我只是要告诉你 你看 在这个地方 本来他应该达到这边 他应该是第一名 现在跑到第三名去了 你觉得 这对于老板来说 这代表说 他的决策 在2014年下的决策 是错的 同意吧 好 你看 这一年 技术是不是 从第二名 升级到第三名去了 而且 这个办公用品 从第一名 跌到第三名 有看到这件事吗 那我们来去看 2016年 2016年 完全恢复正常了 2016年代表政策 没有什么问题 你觉不觉得 如果说你今天 如果你今天找到这样子 重大转折 重大转折 然后 你是不是就 赶快看到这个是一个 很特殊的现象 然后接下来去算统计检定 一定过 因为我们拿的是大数据 大数据 不要再去算批值了 你还不如去算RR 什么叫RR Risk 我不是说统计不好 统计都在检定那个 例如说几百个跟几千个 这样子的sample 甚至几十个 请问一下 个案也可以去做个案分析 对不对 大数据 你随便一拿 什么20年的资料 对不对 那个比数是多少比 这样了解我现在在说的这个意思 我说统计也很重要 统计你基本上 我们这个批值一定会过 一定会过 但是我觉得看另外一个 像那IPTest 其实很像在看那个 RR Risk Ratio 我觉得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叫IPTest 可以理解吗 这就是我们在看大数据分析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希望先跟你们分享 两个重要的观念 第一个自动分析 第二个什么叫做IPTest 就是当你今天 你把这个类别的百分比呈现的时候 然后接下来你再去 分别去看2013年 看看它 它的一个成长 你看2013年 是不是正常 是不是跟我们公司原本那个办公用品正常 2014年 这边就由颠倒过来 第二名跟第三名是颠倒 可是最最特殊的就是2015年 尤其是公司主要利润来源 从第一名变到第三名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问题是不是很严重 是吗 是不是 你们说对不对 好 选举还没到 所以你听这句话还没有什么感觉 OK OK 那我们要继续回来速读大数据分析 然后刚刚介绍两个很重要的观念 什么叫做自动分析 你可以去看跟前期比较 它上升的主要原因 也可以去看减少的主要原因 这都是很重要的资讯 让老板在做决策的时候 然后他可以知道该怎么下指导书 那我们接下来就先来观看一下 就是说 另外几个重要主题 我想跟各位分享是 我想跟各位分享同期比较 同期比较 例如说这两年 或者是假设我想比什么 第十届总统大选 跟第十一届总统大选的各线是 得票率的改变 这都是很值得我们来去探讨的 那在资料里面 我们有一种资料叫做 我们有一种资料呢 它叫做同期比较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动手做做看 这个同期比较 不要忘记了 这个资料它的重要性 全部资料呈现的时候 当你去看2015年 去看到这个很大的改变 好这就是 这就是问题 这就是问题 你如果有兴趣 如果你对于大数据分析很有兴趣 你就只要把 例如说 各年 例如说 那个什么问题 从开放资料去下载 然后去找到 只要 只要可以去找到这种事情 这都是很值得报道出来的 好 那我知道有一个网站 他很喜欢做一件事 就是所有他爆料的资料 都是经过大数据分析 然后所谓大数据分析 他就是在做这件事 好 那我们现在增加 第一张资料表 我们叫做什么呢 我们就叫做 那个 ABTest 应该叫做 类别比较 类别分析 好 各年 各年利润 然后我们还可以知道 各产品类别的一个比较 那接下来我想介绍 同期比较 所以这边点一下 加 这下面这个加 然后请把名称改成 同期比较 什么叫同期比较 就是2016年 2016年的利润 各月的利润 跟2015年 跟前一年来去做比较 这叫同期比较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做 你记住 反正大概就是做四五个动作 我们就做完了 那接下来就要分析 我希望 我希望接下来 我们有更多的互动 通常我们第一堂课 例如说 我跟陈老板的互动 他下一次就不敢来了 希望不要是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 同期比较 同期比较 我的X轴一定是月 1月 2月 3月 一直到12月 然后呢 一年一条线 对不对 然后两条线在那边去做 比较分析 这个叫做 折线图会比较适合 好 所以点选折线图 然后接下来呢 我 我这边是不是放时间单位 才能做这个同期比较 所以 我是不是要勾 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 这边他会自动帮我放在轴 然后利润 利润 这边我看到是 2013年的利润 跟2014年利润 跟2015年利润 跟2016年利润 他是不是逐渐这样上升 可是事实上 事实上 我们这边应该放置的是 1月 2月 3月 一直到12月 所以怎么样从年改成月 是用单一向价探索 还是多向价探索 这个多向价探索 多向价探索 点他 而且要点两次 才会到月份 这是不是1月 2月 3月 4月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是2013年1月 跟2014年1月 加2015年1月 加2016年1月 4年的1月都在这边 我应该是4条线 怎么会变成1条线 因为我这边是多向价探索 所以他就把它全部都并在一起了 那怎么样拆开 怎么样拆开变4条线 这边他也提供一个叫图例 图例 也就是说我要把这个订单日期 用拖曳的方式 搬到图例 那图例这边看到是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是1月1号有订单 1月2号有订单 1月3号有订单 所以我要把这个图例里面的订单日期 改一下 改成日期阶层 4条线就出来了 4条线 请问一下 陈老板会不会觉得看得眼花凉乱 不好比较 对不对 通常我们给老板去做比较的东西 就是你要去说明只给老板看 千万不要给他看乱七八糟的线条 他要做比较 他希望比的只有两条线 为什么只有两条线 因为最好比较 也就是说你不要给老板太多个选项 你了不起就给2016年跟2015年的比较 好 为了我给大家看到 所以我都把这个切换主题 切成高阶主管 因为高阶主管喜欢看那个 比较多颜色的差异性 比较容易看 比较容易看 红色绿色绝对有 红色绿色绝对有 好 现在是不是看到眼花缭乱 所以我们只能给老板看到 2015跟2016 怎么样做到这件事情 我们这时候就要讲筛选了 筛选 你看筛选里面 是不是可以针对 针对视觉效果的筛选 这个叫针对这个视觉效果筛选 这个叫做 此页面上的筛选 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一个页面 你会放两个三个十个或五个的一个视觉效果图 好 所有的页面都要服从这个筛选 好 那我们现在只要这个视觉效果服从这个筛选就好了 所以是在这边做 所以是在这边做 此视觉效果上的筛选 所以请把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年 年 订单日期里面的年 我们要把2015年跟2016年保留下来 其他我都要筛选 所以怎么做到这件事 它的一个原则 它的原则是服从的才会留下来 这是这个筛选跟你所想象的刚好 颠倒 服从条件才会保留下来 所以在这个地方 订单日期的年 是不是有一个往下的三角形 请点它 然后请选 大于 你只能设 大于 要大于多少的我才要留下来 大于20一几 才能够把2015年2016年的资料留下来 所以是大于2014 可以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 请输入2014 然后点选 套用三选 这样是不是就只剩下两年 有没有别种答案 例如说你用小于 做得到吗 做不到 因为我说过 它这边是 只有符合的条件 才会被保留下来 那你现在为了要留下2015跟2016 所以你用小于 你如果说设到小于2017 那你不就2013 2014都会呈现了 好 所以小于做不到 所以这里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记住哦 筛选 你会发现2016年是这个浅一点的红色 然后1月2月3月5月6月7月9月10月是上升的 对不对 同期比较 你会先报上升 其余的月份都是下降 尤其 尤其11月 你看下降幅度最多 这是不是值得我们来去好好检讨一下 这就是同期比较 好 那我觉得同期比较这样子的图很难看 不好看 我们来把它做稍微美观一点好不好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线不够粗 对不对 线不够粗 那我们就在格式里面 格式里面 请问我们要动什么 格式里面 我们是不是要在那个 图案 图案 请把线条改出一点 图案 请把线条设粗一点 好 我现在设六 然后接下来这边有看到显示标记 请打开 我喜欢圆点 所以我把那个圆点的标记大小设大一点 这样是不是可以凸显 这样是不是可以凸显 凸显那个骨干 古典图 这叫古典折线图 是不是跟别人做出来的折线图 其实大同小异 你们绝对有看过这种三角形标示的 这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好喜欢放三角形 这是为了方便让别人来去看这个点而已 可是我觉得圆点比较漂亮 好 要不要呈现资料标签 当然可以啊 那资料标签 打勾 资料标签打开 然后字稍微放大一点 好 请问这张图 你回家10分钟 给你画画看 Easeer画画看 我只要这两年哦 我不要其他年 我要去做同期比较 看看怎么做 好 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想要请你们 请你们去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说 你现在你可以把2013年2014年遮盖住 那如果老板突然灵机一动说 我想比2016年跟2014年 有没有可能这样比 你看嘛 4年才选一次总统大学 那他就想要去看 例如说 假设2020年跟2016年 这是不是中间隔了4年 好 那 你这个时候就说 啊 没关系 我再重新来做一下 然后 发布上传 然后再请你再去看 请记住 请记住 资料科学家 刚刚筛选这边 我针对年 是不是有做了筛选 年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橡皮擦请点它 是不是就请掉了 4年的资料是不是都呈现在这边了 橡皮擦 橡皮擦就在做这件事 你要擦掉那个年哦 你要擦掉订单日期年这边 我们现在继续来看一下 现在继续来看一下 就是我怎么做到一个筛选控制的变相 让别人他想选哪几年 就自由选哪几年 然后来去做比较 好 怎么做到这件事 空白这地方点一下 空白这地方点一下 然后接下来这边有一个叫做 交叉分析筛选器 交叉分析筛选器 拧一下 这边是不是就做了一个交叉分析筛选器 空白的地方 那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发现 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我该放什么 当然是要放年啦 年对吧 刚刚我筛选 是不是用年来做筛选 所以这边交叉分析筛选器 我们就是放年的资料 怎么放年的资料 就勾选订单日期 他就会放在栏位里面 那这个订单日期呢 建议 建议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往下 小小的往下的三角形 请把它选成清单 看得到吗 这叫 这就是清单 这就是清单 知道 清单 我这边字实在太小了 好 那这个订单日期 请把这个栏位的订单日期改成什么 日期阶层 请把这个栏位的订单日期改成日期阶层 你这边就剩四个年了 四个年 四个年 在这边 例如说 例如说 我先把那个字稍微放大一点 方便我讲解 好 所以我就点选这一个格式 格式 然后我就把这个项目呢 现在这个 这个字是不是很小 所以我就把项目 项目字稍微变大一点 有看到吗 项目 项目字是不是2013 2014 2015 2016 好 请问 我前面是不是有一个小空格 例如说 我现在点到2016 它是不是2016就出来了 可不可以再点2015 可以 可是当我点到2015的时候 2016是不是就不见了 所以加按扫插键 那我可不可以关掉2015 然后控制 再按住 点2014 这样是不是2014 跟2016的比较 好 那我就先删掉 这个表格 你看既然有同学 诚心的发问 我一定要满足 它的需求 我刚刚重做一次 因为这个很简单 就几个按钮 第一个 空白地方点一下 交叉分析筛选器 交叉分析筛选器 然后接下来 我是不是要勾订单日期 第三件事 勾订单日期 然后第四 请把这个订单日期 改成日期阶层就好了 日期阶层 然后接下来 这边 注意哦 这个往下的三角形 请改成清单 清单现在在这个 第一个 可以吗 五个动作 就做出来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选了 只是我想把这个字 稍微放大一点 我先把它放大 项目 把它放大一点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也不好 这样也不好 等一下我再告诉你 好 请问一下 我现在是不是点了一下2016 它就出现2016 点一下2015 它就出现2015 如果我要同时两个都存在 那我就加一扩错键 然后再点2016 这样是不是就两年的比较 但是你要记住一件事 当你把这张图发布出去 发布到手机上面 例如说模型 检视表 用手机配置 然后这张图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张图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让老板来去点 通常我会把这张图设为大一点 这张图设小一点 这张图设大一点 好 老板是不是用他的鲜鲜玉手 来去点这个小小的点 可以感受一下我在做什么事情吗 好 我只是告诉你这件事 而且手机上面会有控制这个按键吗 没有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针对那个选举项来 稍微调整控制 所以呢 我现在再点回去 刚刚的 再点回去 刚刚的检视表 好 怎么调整呢 各位在这个地方 这个 交叉分析筛选器的格式 格式 里面有没有看到一个选取控制项 选取控制项这边 有没有看到单一选取 请问单一选取要开还是关 这边是预设是关 对不对 那如果我打开呢 打开 所以我每一次我都是单一选取 能不能再加按扩扫键 不行了 它已经变圆点 圆点跟核取方块不太一样 圆点就是不管怎么样 只能做单选 核取方块呢 可以做多重选 好 所以单一选取一定要关掉 再来 以扛扫键进行 多重选取 请关掉 以扛扫键来做 多重选取 关掉 所以现在呢 没有扛扫键来控制 多重选取 那就是什么 我们只剩下什么 单一 就是针对这个选项 只能选到或是选不到 然后要不要全选 我建议是要 这边是不是多了一个全选 好 现在选取就变成都用 可以用手指点它 它就会出现 再点一下 它就关掉 不用再加按什么控制键了 是不是应该选成这种方式 这样子 我觉得这些空间都是浪费掉的 这样不好看 我比较喜欢这种方式 就是 请你选格式里面的一般 一般里面 方向 请改成横向 本来是不是预设是纵向 现在改成横向 你看就整个填满了 有没有看到 整个填满是不是比较好看 例如说好了 我可不可以在排版的时候 然后我把这个上面稍微缩小 然后把这个交叉分析筛选器筛到上面去 好 如果我现在想要比2013年我就点2013年再比2016年对不起我先全选全选是不是全部都打开来了对不对好我把2013年跟2015年我要比那我就把2016年就不打开啦对不对 2014年关掉,2016年关掉 你觉得这样子选会不会比较好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上面那个颜色 你一定会想要问我说 能不能再配漂亮一点 很抱歉,不行 这边这个色彩 这个交叉分析筛选器 交叉分析筛选器 它没有 没有很重要的什么功能 它没有涂力 交叉分析筛选器没有涂力 它就没有色彩的区别了 可以吗 你觉不觉得至少这样子 我觉得你单独想要去比哪几年 是不是变成自由选 这样子的方式我觉得 会不会比较好 这是我个人的认知 而且你再让别人来去做 自由的搭配组合 的自由选 那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来去 同期比较了解之后 我们再来加 我们来去做散布图分析 散布图分析 散布图分析 通常可以用在很多很多很多 类型的资料的比较 举例来说好了 我们这家公司总共有多少笔客户 好 马上算给你看 这家公司的客户名称 客户名称 客户名称 是会放到栏位里面 他这边放置的是什么 是第一个客户名称 可不可以改成计算次数 计算次数 总共是一万个客户 因为我有一万笔的记录 所以当然 以有出现一个客户名称来去算的话 那我当会有一万次的客户 因为每一笔订单都是来自于客户 那请问一下 我可不可以把它改成 技术相议 技术相议是什么意思呢 不管这个客户出现几次 我只算一次 他叫做C-O-U-N-T Distinct Distinct就是相议 可以哦 好 所以总共有771个客户 请问我771个客户 哪几个客户是好客户 哪几个客户是不好客户 我们想不想知道 我们当然想知道这件事啊 你对于好客户 我们有新产品发表的时候 我是不是要通知他们 那些不好客户 他要来订单 你要赶快拒绝 什么叫不好客户 只要是没有获利 是不是就是不好客户 如果他下了100万个订单 而且我的利润是-100块 请问你 我还要跟他往来吗 当然不要啊 白忙一场 还要料 100块 而且我可能损失的 还不止 人工 水电 办公 办公室 机器折旧 这些都是钱啊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什么叫做好的客户 什么叫不好客户 好 首先 首先我们现在来观看一下 好 我只是把这个边界画出来 好 我们现在在空白地方点一下 然后我想要去画出散布图 我对于客户的定义 用两个数字 因为我这边数字不多 请问一下 买的买东西的数量多 数量跟什么利润 来去判断客户的好坏 或者是销售额 销售额与利润的关系来去判断客户的好坏 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 因为我这里面数值不多 一个就是什么 数量 销售额 利润 折扣 折扣 那你觉得 用哪两个数字来去分类客户会比较适合 我想应该答案还蛮简单 就是销售跟利润 销售跟利润 好 那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在空白地方点一下 然后来去画散布图 散布图在这边 散布图 我们要做多大的散布图呢 首先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有 应该要有 那个客户名称 所以勾选客户名称 他会把客户名称放到详细资料 他会把客户名称放到详细资料这边 再来请先勾销售额 再勾利润 是不是看到 画出这种散布图 看到这样子一个散布图 你先不用被他吓到 好 这个意思就是说 像这个客户 他的销售额在这边 销售额他10千 然后呢 利润是-5000 可以吗 如果这个客户的话 对不对 好 那我们通常 通常这个散布图 你只要告诉他 一个类别名称 例如说客户名称 然后两个数值型的资料 你是不是就可以画出这个散布图了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这个散布图 散布图我应该要先画出一个趋势线 为什么先画出一个趋势线 先了解一下这家公司 就是他的一个销售跟利润的关系 所以最简单的一个分析就是趋势线 同意吗 趋势线了解吗 我要知道说这家公司 销售额跟利润 对于客户的关系是什么 最简单找的关系就是画出一条趋势线 好 所以怎么画趋势线 在分析里面 趋势线 趋势线打开 点这个加入 好 你画这个趋势线 我们稍微换 稍微把它色 色彩色 别种颜色色成紫色 看得清楚吗 好吧 他就在这个地方有看到这条趋势线 请问 这个意思是指什么 这个趋势好不好 你画出来线你要解释啊 这条趋势线好不好 程老板 这条趋势线好吗 为什么 没有很清楚 不是没有很清楚 销售额越多 利润越高 这不是这条趋势线的意思吗 这条趋势线 销售额越高 销售额越高 利润越高 所以这条趋势线告诉我们这件事 那你觉得对于这家公司来说 这样子好不好 好吧 对不对 这样当然好啊 好 这就是这家公司的黄金把折 所以假设他针对这个客户要如何改善 这个客户要改善他的是什么 利润有看到吗 有看到 可是他销售是不是很高 销售已经很高 但是他利润这么低 还是负数的 所以这时候你要做什么事情 是不是冲突了 跟黄金把折冲突了 他销售很高 可是他利润居然是负很高的一个数值 是不是违反 是不是违反 违反了这条线 所以我们应该要断式撞稳的 把它给列到黑名单 永久拒绝往来 永久拒绝往来 你们说 对不对 这样了解吧 当然 获利 获利差的这些都是非常不好的客户 同意吧 好 这样有没有问题 这是 这是你将来你到社会上去工作 一定要会做的事情 我们至少拿趋势先来做预测 这个是不好客户 为什么不好客户 因为他销售这么高 可是他的利润是负5000 对不对 只要是利润低于零的 那都是不好的客户 有没有问题 好 这是我们目前坊间80%都在用的一个很简单做预测的方法 在这条线以上的都是好客户 在这条线以下的都是不好的客户 这个为什么是不好客户 因为他的利润是不是差了很多 他的利润应该在这边 结果他只到这个地方 他的利润应该到10千 结果这边只到了3000 同意吧 因为我对他服务了 销售这么高 结果他的利润应该要充到10千 结果这边只到3000 所以这个客户也要列为是不好的客户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稍微注意 这是我们目前现在最简单的一个趋势 来去预测这个客户是好的客户还是不好的客户的最基本方法 有没有问题 这种分类的方法 这种分类的方法其实太武断了 但是他就是一种方法 可以吗 那我再画两条辅助线去说明这件事 再画两条辅助线 那所以在销售额 请问销售额 我们现在去画这条销售额 你觉得销售额我画在什么地方 因为销售额不能画在0 销售额一定都是大于0的数字 所以我们应该画一条平均销售额 如果高于平均销售额 我们不能说他是不好客户 但是我们可以说他是大的客户 对不对 平均销售额 所以怎么画出平均销售额 所以在分析这边 我先把这个趋势线先缩小 然后平均线 平均线加入 他会先加入销售额的平均线 所以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平均线 整个每一个客户 他的销售额的平均线 落在20个千 所以在20个千以上的叫大客户 20个千以左的叫小客户 可以吗 这无关好画 这只有大小客户的区别 好 那请问你利润要画在哪里 什么叫有利无利 有利大家都会去赚 无利没有人会想要去赚 所以我们画在零这个地方可以吗 好 那请问你零不是画平均线 零是画什么线 零是画什么线 通常我游标点 放置的位置就是答案的地方 所以零要放 零要放在什么地方 Y轴常数线 好 请点他 然后点加入 他预设就是零了 所以在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 叫第一项线 这个区域叫第二项线 这个区域叫第三项线 这个区域叫第四项线 请问你第一项线的客户 好不好 好 第二个客户好不好 也好 对吧 可以吗 所以一二项线都是好客户 第三项线好不好 不好 第四项线客户好不好 不好 哪一个项线最不好 第四项线 可以吗 三次项线都不好 但第四项线最不好 同意哦 所以当你有新产品发表 要不要给第四项线 第三次项线能知道 千万不要 他们来了 然后跟他讲 对不起我们那天要休息 知道吗 这是我们会做生意 要去做这件事 我在想哦 我在想 你们会不会很有兴趣知道说 我要 为了讨好选民 我到底该讲什么话 然后去做大数据分析 把那个 新闻报道里面 明知所欲 常在无心 那个明知所欲 欲把它挑出来 这次可以用大数据分析做出来 你知道川普为什么要讲那些 我们都觉得 就是不是很喜欢听的话 你去美国 你就可以去了解 那些他讲的话 其实都是很底层的人 很想表达的事情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们说 我们现在拿到的是商业型的资料 所以你就要知道 什么是好坏客户 好坏客户 好 那在这边 第三项件跟第四项件 有看到不好的客户 好 那这家公司不好客户 还好 不是很多 但是你这样会不会分析 什么是好坏客户 最好客户是谁 徐禅 最不好的客户叫什么名字 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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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正大耶 鞭 鞭 鞭 还是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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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 很讨厌 取这个什么名字 作为最不好的客户的代表 我这个资料是提供出来 让老师来去做范例交讲的 所以这个是没有关系的资料 而且它是资料很干净的资料 所以这边你会不会知道 画出一张善故图 知道谁是好的客户 谁是不好客户 那你这时候一定会有一个问号 你想不想把这些资料输出出去 当然想啊 对不对 你甚至想要知道说 谁是属于什么 其实汇出资料很简单 就是这点点点这边 它是不是有汇出资料 然后它汇出一定是CSP 你有兴趣就自己去做 这是之前有同学询问到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那我们介绍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现在我就要介绍 第一个机器学习的工具 叫分群 你记住 分群 如果你是去念资工资管 都自己写程式 在这个地方 三个按键搞定 三个按键 你就不用再花那么多力气来去学 什么叫机器学习了 它都帮你做完了 你只要按这三个按键你就做完了 然后你画出这个图 还可以展示出你的资讯的强大力 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资讯也要懂 政治也要懂 可是等你到社会上去工作 那好像什么都要懂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 现在我们来去看 我们为了方便上课方便起见 所以我们先把这些资料 分析里面画的线通通删掉 因为这个资料 我觉得来做分析 分群还蛮好玩的 所以我们先把长数线 这边长数 Y轴长数线 叉叉点一下 是不是就Y轴长数线关掉了 然后趋势线 趋势线关掉 还有平均线 你怎么知道平均线有 这边有一个1 平均线右边是不是有一个1 我就知道 这边有一条平均线 好 请问一下 这个散步图 散步图 只要能够 只要能够有效的分群出来 好的客户跟不好客户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分群工具 对不对 好 我想你们大概应该听得懂 我在说什么 因为 因为你今天做完分群 你就要先问一下 它到底分的准不准 所以我刚刚为什么 花一点时间介绍 什么是好客户 什么是不好客户 好 三个案件 做完分群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点什么地方 分群在哪里 分群在这张表的什么地方 这下面工具不是都介绍完那个什么 刚刚不是有怎么几个箭头吗 对不对 这个又没有什么向下探索工具 好 可是可是他这边怎么做分群 怎么做分群 你们应该可以理解吧 这边不是有一个点点点吗 是不是更多 就在更多里面 然后接下来自动寻找重击 第二个动作自动寻找重击 那请问第三个动作点什么按键 只做三个按键 只做三个动作 你就做完了 请问第三个动作要按什么按键 确定 有听懂吗 连分群 分群是半 我们现在讲的分群 机器学习它分半间都市的学习 分群就是 因为它要由人为判断 你该分两群还是三群 还是四群还是五群 可是这套演算法 它连分几群都不用你输入了 你有没有看到自动两个字 在什么地方 在重击数目这边 是不是有看到自动 所以我说三个按键 你只要点确定就好了 你看这工具多棒 好 那接下来它分完群 我们要知道说它到底分得好 还是分不好 你觉得它分得好不好 陈老板 你觉得它分得好不好 很好 你先知道一件事 它现在分几群 六群 因为六个颜色嘛 对不对 所以它就把客户分成六群 其中有两群是不好的客户 哪两群 下面这两群 同意吗 你们也同意嘛 那剩下那四群是不是好的 对不对 所以你觉得它分得好不好 真的可以给它掌声鼓励耶 我真的不骗你 九月份的这个版本才有多这项功能 你不要用之前的版本来去跑自动 那这样子它分群出来的结果 它认为这两群 这两群 这是不好的客户 这是更不好的客户 可以了解 然后我觉得这张资料表 你汇出还比较好一点 这张资料表汇出 然后你就可以针对这个绿色这一群 跟黑色黄色这一群就写道歉启示 告诉他说我们已经不再营业了 请你们不要再写信 或者是来下订单了 知道吗 好 听得懂我现在说什么事情 你看这真的 电脑自动帮你分 请问它为什么分成六群 它先测试两群 然后觉得两群分不好 再测试三群 再测试四群 再测试五群 再测试七群 再测试八群 他觉得最后分成六群 是最好的分群法 那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下 分两群给你们看 我可以自动分群 可不可以手动分群 因为它是半监督式学习 什么叫半监督式 就电脑做一半 人做一半 半监督式 机器学习 大概有这样子一个观念 我觉得就可以 因为这根本就不用你写程式 然后你只要把那个机器学习的方式 分群 告诉 告诉别人 因为我想 这个观念 其实你只要大概有就可以了 好 我现在我想请你们做一件事 取消分群怎么做 取消分群的做法很简单 这边是不是有图例 因为图例才会把那个资料换色 所以我们现在直接把图例里面的内容删掉 你就变成没有分群了 在有分群的情况之下 能不能再分群 当然不行 本来就已经有分群了 怎么可以再分群 所以在这个地方 没有分群是长这样子 对不对 我现在要手动做分两群 那就跟刚刚做法一样 只是我们要自己手动射分两群 所以这边这张图点一下 点点点点 接下来从上面往下去找 我们看到自动寻找重极 请把这个重极数目改成2 然后点选确定 请问这样两群分的比较好 还是六群分的比较好 这是两群分的结果 刚刚那个六群分的结果 判断出好坏客户 你觉得这样子的分群好 分群法好不好 不好 所以他不适合分两群 所以他为什么会直接告诉你分成六群 所以那个工具 刚刚讲的分群 自动 自动寻找重极 是很好的一个工具 提供给你们参考 有没有问题 那我们怎么样再叫回来 刚刚那分六群的 就把刚刚分六群的重极在哪里 把他拉回来就好了 现在是不是用这一个 把他给删掉 然后把这一个拉回来 就又分好六群了 好 所以你看一下 这个地方 这个图例 我先把它关掉 它是不是就变没有分群了 然后我要把分六群的 分六群是不是刚刚这个客户名称重极 搬到图例里面放开 他是不是又分回来了 好就这样子做 你就完成了分群 完成分群有什么好事 有什么好处 分群 分群这件事情在我们 医学上面的使用是这样子 譬如说 未满一岁的小朋友来看病 他看感冒 然后呢 假设我们写一个 医疗决策系统 就是去猜猜看 他现在不舒服的点 是什么 好 我们就是去做分群 然后去猜 他到底是属于哪一种 因为小朋友他只会哭 显示他的不舒服 哭完之后呢 那 医生可能也是用 用经验把则来判断 那还不如说 那我们也写一个程式 然后来去做 这样子一个分群的介绍 所以可以做 这件事情的一个预测 好 所以真的有这样子的系统 在协助 辅助医生 来去判断 这个小朋友 他的状况 应该要给什么药 这就是分群 或者是 或者是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 假设今天有一个 客户 我们是卖球鞋 然后客户进来 他是不是挑 挑选 某一双球鞋 然后呢 然后 店员他这时候 拿客户指定的那双球鞋 要是再跟他讲说 这是我们经由 就是大数据 智慧数据分析 出来说 喜欢这双球鞋的人 也会喜欢另外一双球鞋 然后 接下来呢 接下来 会不会去同时购买这两双球鞋 他的比例相对是提高 也就是本来他可能只有买一双球鞋 现在他同时会买两双球鞋 会带动他的一个购买的欲望 这样可以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这都是透过分群来去做到的 好 所以你就要把 例如说某一种型号 各种型号的球鞋 然后去把它类似这样做分群 就可以做类似这样子的预测 分群是可以做预测的 也就是说 假如说今天这个客户 这个客户哦 他今天跟我们公司购买 购买 40万 40个千 请问40个千 其中有一半的几率 一半的几率是在这边 一半的几率在这边 这都是可以再去分析出来的事情 这就是